Hello,大家好,我是穷天了 今天跟着旁边开房车的大哥去下面的香月鱼增去钓钓鱼啊 刚好之前买的鱼户跟地龙都到了 看看这个地龙抓鱼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这老哥的话也确实挺厉害的 挖到了好多的人生啊,你们见过吗 我天啊,好多好多呀 这是人生的品种之一 叫什么沙生 据说这个是熬汤喝的 非常非常的新啊 咱也没喝过呢啊 看看他这个房车吧 我得天了,太爽了啊 能睡觉,上面能睡觉 这边能坐着 还有一个小厨房 哇,柜子 真气派呀,你看看 下面还铺的有这个毯子 还装修过的 不少钱呢啊 气派呀,太气派了 哇,又气派又大 看看 咱呢就非常小了啊 等一下的话就坐着 老哥这辆车 然后到下面钓鱼 还从来没坐过这么大的房车呢 这也是我以前的梦想啊 这梦想就是买一辆 50万元的大房车 啊,他这个的话就不错 非常漂亮 现在的话出发了 哎呀,坐在这个老哥的房车里面 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这视觉太好了 我得天了 非常的舒服 感觉一边能开车 一边能吃饭了 美滋滋呀 这开着房车出来 那才叫享受生活啊 说那么到地方了啊 这边的话 想想有一个小亭子似的 下面的话就是水库了 现在水浅多了 啊,车的话就停在这一块 啊,然后就准备钓鱼了 风景特别的美 啊,这回阳光还晒不着 等一下的话就在这一块抓鱼 咱们直接用这个地笼啊 用地笼 地笼的话已经准备好了 中间放的是这个耳料啊 泡在水里面 等上个一分钟左右 咱们又提一下 看看有没有鱼吃啊 今天这阳光独辣得很啊 从网上买的这个神器 终于是到了啊 戴在头上刚刚好 刚刚泡下去 已经有两分钟了 咱先提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呦,不少 哎呀,好多 一个鱼苗都没有 哎呀,还是得掉 哎,人歪了 好 兄弟们开始钓鱼了啊 先抛第一竿 看看有没有鱼吃吧 提,哎,种鱼了 就这么快的速度啊 抛下去就吃 鱼不大,鱼很小 但是它这个嘴巴大 我们再接着抛 下面就丢,眼前就行了 都不用丢圆的 嗯,这鱼又有鱼吃了 咱又种了 哎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嗯,摸下去就吃 嗯,兄弟们啊 咱们也是钓了有三个多小时了 啊,现在的话 咱们准备收一下这个鱼户啊 啊,应该是地龙 刚才这个地龙里面上了多少条鱼啊 今天忘记带耳料了 啊,用这个鱼食的耳料 它根本就不往里面钻 哎,所以说今天存在一个重大的失误啊 倒下来看一看 哇,不行啊 哎呦,还小的 还那几个小的 好小好小 你看 嗯 里面的话,倒是有很多 特别特别小的 都是没什么卵用的 打开它,抖吧抖吧 放声了 准备回去了 今天是钓的鱼 全在这里面了,收工 现在的话就准备回去了 哎呀 钓了一下午了 就是发现 喜欢钓鱼的人 他就是能待得住 不管大鱼小鱼能求一天 兄弟们,咱们也是回来了啊 天的话马上就黑了 准备搞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饭了 老夫掐指一算啊 62条鱼 还可以了吧啊 反正是够吃一顿的了 哎 兄弟们,现在可以炸鱼了 怎么少了一个饺 点火 哎 哎 我的天 倒油 来点盐 放小鱼,先来一条 锅还没完全热起来 锅已经开始能炸了 再放入小鱼 最后一锅啊 小鱼的话全炸出来了 一点点大 嗯 没有上次多 是因为这个鱼太小了 上次是因为鱼大 显得的多啊 等我再烧个西红柿鸡蛋汤 啊 然后再帮下午的菜给热一热 那今天很丰盛 三个菜 开始搞饭了啊 今天晚上还是很丰盛的 嗯 西红柿鸡蛋汤 那么今天去钓的那个鱼 然后这个蚕豆 啊 这个是那个 那个土豆 烧猪肉 米饭里面还有点这个 香肠 啊 现在就能吃了 看看几个菜 12345 6 6个菜 开吃了 尝一尝 上肠 嗯 闻起来臭 跳起来香 再尝尝这个鱼啊 凉了 还是很脆的 来口米饭 刚刚好啊 太多就是好 好 随便怎么吃 拿手吃肉 嗯 香 我们还有蒜黄 太香了 嗯 非常的好 这边是西红柿煎的汤 那煲点汤进去 啊 这家伙太好了 秀他一锅 哇 鲜啊 嗯 再来一锅红茶 这还有敬酒呢 这家伙还是牛肉看吧 嗯 这家伙还是牛肉看吧 这让我们俩再说 喝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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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